嗨 大家好 歡迎來到Eason就醬特 我是主持人Eason 今天要跟大家講的是犀牛盾的iPhone 15 Pro Max手機殼 那我是買CleanerCase 就是純透明的手機殼 它在官網上面是說 它們的抗黃化設計 有通過168小時的抗黃化與老化的實驗測試 實際看它的影片 它照了168個小時的紫外光 紫外光的確會造成塑料提早的老化 所以它照完之後呢 168個小時之後都沒有黃化 我覺得還蠻厲害的 那我買的這一款是MaxF兼濃的手機殼 它標榜的是說 大於原廠的2倍以上的磁吸力 所以可以很穩固的吸附在MaxF的配件上面 那這個之後呢 我們來做一個測試 因為我還有訂購了另外一個AutoBus的充電架 那這個就可以來當做一個測試的內容 那它裡面呢 會有一個包裝 這個包裝呢 就是裝它開槽的那些按鈕 它附上的是透明的 那這個按鈕呢 其實也蠻講究的 不會有毛邊 然後很粗糙的感覺 我覺得做工上也是非常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把它裝在手機殼上面 裝的時候其實蠻好裝的 因為它卡得剛剛好 那也不會說硬壓 或者是說很容易鬆脫 它看起來跟iPhone原廠的 Apple原廠的是差不多 品質上沒有太大的差異 沒有比如說毛邊還是刮手的一些問題 在細緻度上我覺得也是OK的 跟iPhone原廠的其實是差不多 那這個小袋子呢 就是我多買的螢光局的按鈕 那裡面呢 其實它有附三個音量的按鈕 一個電源鍵鈕 以及一個動作按鈕 那它做工上呢 其實跟透明款的按鈕其實是一樣 我覺得也是做得非常好 其實不馬虎 那我們把它裝到殼上面來看一下 因為我本來就剛好想要橘色的 裝上去的手感其實跟透明款的是一樣的 其實不緊不鬆 恰到好處 其實裝起來呢 是還蠻順利的 也不會說我的殼 翻來翻去 它就鬆脫就掉了 可能鬆掉左邊或鬆掉右邊這樣子 其實做工上整個都非常好 質感上呢 跟iPhone的手機殼 我覺得是做的質感上是差不多的 那記得在購買的時候 有一個寫說加購配件 有按鈕跟鏡頭框 它上面呢 都可以選顏色 我知道它是寫加購配件 可是我當時 我以為它其實是沒有所謂的 鏡頭框跟按鈕的 如果沒有要換顏色的人呢 其實就不用去做選擇 因為它本身呢 就會附透明的按鈕 還有黑色的框框 那這一個呢 是犀牛盾的鏡頭框 這個就是我多買的部分 因為它鏡頭框呢 也是可以換顏色的 那因為我以為它本身是沒有附鏡頭框的 所以我才多買了按鈕跟鏡頭框 那這一個呢 是我多買的鏡頭玻璃保護貼 我買的時候呢 它沒有所謂的太原色 所以我選了黑色 那裡面都會附上它們的刮板 還有一些將灰塵除掉的貼膠 膠帶 然後還有一個擦拭布 那這個鏡頭本身我在看的當下 它裡面其實是 看起來有灰塵的 希望它只是表面 那希望我在撕開後面貼紙的時候 貼在手機上面的時候 不會有灰塵的這種悲劇產生 那另外呢 我買了一個犀牛盾的固架MAX 那它這個呢 也是MAXF兼容 那這一個呢 我是看影片 我覺得它夠薄 然後也可以做支撐 那當你的手呢 需要一點輔助的力道 或者是一些地方 去更穩的拿著手機的時候呢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輔助 那這個手機支架呢 其實在某一側 才有這個磁力圈 它才有辦法吸附在 我們的手機殼上面 那因為我是套在 犀牛盾的殼上面 所以它的整個吸力 其實蠻強的 那以上給大家做參考 如果喜歡的話 請訂閱留言加分享